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 每一年就是一群世界的精英 包括政治 商业 宗教 各式各样掌控世界的人 聚集在 瑞士的Davos 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很有钱 而且没有飞机跟直升机 根本到不了 透过这个环保 平等 经济 经济方面的议题 这些精英人士 一起讨论 要怎么样控制全世界 还有世界 为什么应该要听他们的 以及未来要如何彻底的废除私有财产 来创造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 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 简单的说 Davos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就是冷战时期的共产国际的概念 他们讨论的内容 基本上就在指控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弱智 所以应该要听他们的 他们这些精英应该要合作 掌控世界上所有的财富 控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人都很笨 都没有脑子 所以应该要让他们这群 有脑子的人来治理这个世界 你话说好听一点的话 你可以说他们在建造圣经里面的巴别塔 说实话的话 他们就是所有卡通里面的坏人联盟而已 糟糕的是 这个是真的 他们一点都没有在掩饰 今年这些精英更进一步了 邀请了一个真的女巫 巫婆到他们那个地方做法 而且对这些精英 下骨 反正就是什么法术之类的吧 这是什么呢 combina BIando 我们要看到 好 如果要 怎 人都进了 所以 我们する 会 咱 ener 很好那段完全不用翻译 他们邀请了一个I don't know 各位不是说不能说方言 但是真的要可以翻方言的恩赐在旁边才可以 不然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在邀请什么样的灵在我们的周围 还有刚刚那一段影片证明的就是COVID-19的疫情真的结束了 他就真的吵那些人对着他们咳嗽 but it's okay I guess 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保佑 所以说 最近中国才刚研发出来了一个新版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在实验室里的老鼠当中 百分之一百的致死率 现在他在这个地方这么做 对这个这么重要的这群人 安全吗 这个中国新研发的新冠肺炎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 我只是想要说 如果川普这次在说China virus Chinese virus 中国病毒 然后你们还有人在那边说川普种族歧视的 你们真的这次没话说了 这个是中国自己承认研发出来的 百分之百死亡率的新冠病毒 而且非常骄傲的展现出来 人类有多么的愚蠢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是自祖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消灭人类以及智障行为上 为了这个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WEF这个巫婆的现场 她很明显的在做什么 祷告祈祷之类的东西 也很明显的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祷告 我们不知道这个女的在邀请什么样的神 然后对着别人咳嗽 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那些台上这些人 从2020年就开始一直跟我们讲说 一直到几个月前还在叫我们一定要戴口罩 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教会要关闭 拖衣物厅要打开 然后你们不能咳嗽 你们不能在公共场合里面呼吸 你们全部都待在家里 然后一个人死掉就好 现在他们邀请一个女巫 一个巫婆在那边对所有的人打喷嚏 那病毒已经很糟糕了 那在属灵层面的话 我们不知道她打的这个喷嚏里面 包含着什么样的灵在这边 这位穿的很奇怪的服装的女巫 称自己为是一个Indigenous shaman 原始的萨满的巫师的意思 意思就是政治正确版本的巫婆 那这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事情 人类的历史上 所有的王 所有的精英 贵族 皇帝都会去找一堆什么算命的半仙 都会去拜假神 人类的原始的部落就是这个样子 圣经里面的迦南地 原本里面的迦南人 也是这个样子 就连以色列人也搞过同样的事情 摩西只是上山去跟我们的神耶和华 拿两片石板而已 上面写着神的十条律法 只是说 嘿 以色列人们 我先上山五分钟 马上就下来哦 然后以色列就马上在那个地方 找个东西开始拜了 然后说那桶金牛 是自己从火里面跳出来的 那华人不要觉得自己很清高 在台湾的话 有什么鸡童 匠神 然后找个什么师傅 喝福水 就是东西烧一烧 然后放在一包水里面 然后让你喝掉 生病的话 你会去庙里面 找一个没有洗澡的庙宫 身上搓一堆死皮 然后搓成一颗球 叫你回家吃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有人性 就是有人这么的愚蠢 什么算命的 学佛的星座 塔罗牌 什么藏传的秘宗 养小鬼 这样子的魔鬼 撒旦的行为的相反 就是神职人员 神父 牧师 还有先知 在历史上 这两派的人都很奇怪 这两派的人 穿着都很奇怪 然后什么什么方块 然后什么什么石头之类的 然后都有很奇怪的仪式 不同的地方就是 这些萨满 萨满教的这些巫师 沟通的对象是撒旦 是魔鬼 然后先知传讲的是事实 是基本常识 是真理 所以这些先知 通常都可以很清楚的 好像预知未来一样 其实我们如果看 旧约的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这些先知 他们预测未来的方式 就是在警告我们 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行为的话 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很讨厌 就是恩典福音的那些人 每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都只读后半段 前面以赛亚在那边 骂人的时候都没有讲 只是说 你会得胜 这个是预言 圣经里面的先知 说话的方式都是 这些是事实 这个是真理 因为是神说的 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 如果你们持续败坏的话 如果你们不接受真理的话 你的后果会很糟糕 但是如果你愿意让神掌权 愿意服从在真理里面 在事实下面的话 神就会解救你 就是这么简单 圣经其实就是这么好理解 我们都知道这些WEF的人 天天都在说谎 然后他们现在在一个很隐秘的地区 跟女巫一起在那边跳舞 我个人我没有就是 现代先知的这些恩赐 我没办法跟你说什么 就是我看到了一片海洋 然后你站在云中间 然后神会让你在你的服饰 还有你的工作当中赚大钱 天哪 圣经让我看到了这个词 就是成长 growth 表示你明年一定赚翻了 这样子的恩典福音 我其实只要听到这样子的先知 我就觉得 他们的行为跟刚刚那个 各位看到那个萨满的巫婆 其实差不多 但是我很认同圣经里面的先知 他们的逻辑 他们的思维 他们讲的话 但是就是像我这个样子 没有先知恩赐的人 我也可以告诉你说 不要邀请那些你不知道的灵 那些民间信仰的这些仪式 什么对人喷口水 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 神迹的出现跟实践 是人跟神一起努力 是透过祷告 透过回应神的话 得到的结果 坏事也是一样 这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是一个最近爆红的影片 来自一个色情片的AV女優 她的名字叫做Mia Khalifa 不用担心 这段影片不是那种影片 而且很重要 你如果有小孩跟你在一起看的话 没有关系 我建议你跟你的小孩一起看 Mia Khalifa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她常常爆红 因为她是个大左派 思想很扭曲 把性爱当成是一个自由 但是又一天到晚在说 怎么大家一天到晚在 物化女性 性化女性的一个AV女優 她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 她支持反对犹太人 名气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她不当AV女優了之后 还是会常常上新闻 就是因为这些政治的议题 这个影片是她在回想 一个非常糟糕 非常恶心的事件 那发生在这位AV女優身上的事件 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I feel bad for her 这整个经过都非常的糟糕 在她讲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很糟糕 每一个人都在犯罪 每一个人都在做错事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很恶心 但是我还是觉得 Mia Khalifa很可怜 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女生的身上 各位可以想想看里面 每一个人在做的事情 一个男人在大街上 遇到了一个色情片的演员 然后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 承认他有看这个色情片 AV女優演的东西 承认他看色情片 这其实已经很低俗了 已经很糟糕了 已经很不正常了 看A片其实是应该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但是这个男的没有羞耻心 而且他这么做 还是在他的女朋友的面前 在他的女朋友的面前 说他有看其他女人演的A片 然后他的女朋友好像不介意 这个很奇怪很糟糕 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 刚刚他这个Mia Khalifa叙述的这个故事上面 然后在Mia Khalifa很不尊重这个男人之后 OK 这个男人的女朋友说了一串很恶心的话 很糟糕的一段话 来羞辱这个AV女優Mia Khalifa 然后这个AV女優他也说 就是我对他们也很没有礼貌 他有承认这一点 他说他们过来找我要跟我拍照 然后他们是粉丝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够奇怪了 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色情片演员的粉丝 然后呢 这个AV女優他也自己说他自己的态度不好 其实不管是是不是粉丝 OK 没有错 应该要 应该要感谢 然后 反正就是对大家的态度应该都好 不然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 就是被别人说 就是看起来身人物尽的一个人 总之这个AV女優的态度不是很好 然后粉丝跟他女朋友的回应态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AV女優 就感觉自己被攻击了 感觉很羞辱 因为这两个粉丝 指出来她是个AV女優 然后说她是一个妓女 她用她的身体在赚钱 然后这个Mia Khalifa一直以来在节目上 一直都是在说 我这个样子做没有错 我这个样子做是女人的权利 透过当AV女優 我这个样子得到的财富自由 然后呢 又很爽 又可以享受性爱 又有钱拿 她在公共场合里面合理化 甚至称颂她这个样子的行为 但是当她被别人指出来的时候 她也觉得是一个耻辱 想想看 这对情侣要多么的没有羞耻心 才会在公共场合里面 承认她们自己的行为 原本AV女優跟粉丝的关系是 这没什么 这只是艺术 我这个样子做 不但是造福人群 巩固男人的信誉 OK 而且根据某个荷兰的统计 还降低了强奸率 OK 这是一般来讲 AV女優自己说出来的表面的心态 那粉丝那边都是在说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对不对 男人看A片很正常啊 哪个男人不做这个样的事情 至少我不是在外面搞七年三吧 这个是电视上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社会上面的实际情况 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 其实彼此是互相瞧不起的 是互相抹黑的 是互相伤害的 原本他们两个人的行为 代表的好像是 被现在教科书说的是 时代的进步 时代的现代化 但是事实其实是代表 男人跟女人都瞧不起 这些用身体去赚钱的女人 这些AV女優 不管嘴巴有多硬 OK 但是他们真的被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都觉得 他们的职业其实是耻辱的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不管你是在公元前的旧约时代 还是2024这个现代化的社会 因果效应是一直都存在的 我们的行为会导致我们的后果 Mia Khalifa在这个节目上 她说她很难过 因为一个女人 这个样子跟她说话 这样子侮辱她之前的职业 但是其实真正让她感到羞耻的 是因为她在滥用她自己的身体 她在卖她的身体 她贬低了自己的价值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她就算是AV女优 就算在外面跟大家说 这代表的女权 代表的性爱自由 为什么她还会感到羞耻呢 为什么她不会觉得 跟这个野兔野猫一样 为什么人会觉得烂性是羞辱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神的形象 我们不只是肉体 不只是身体 我们还是有灵魂的 这个女生 这个AV女优 Mia Khalifa 把自己贬低成一堆 在荧幕上面的像素 Pixel 用她的身体 变成满足 或者是勾引男人性欲的商品 她物化了自己 把自己变成促成 其他人的羞辱的性爱用品 性爱产品 这个才是真正让她感到羞辱的 羞耻的主要原因 但是她没办法承认这一点 就算她公开的 而且在节目上面 表现得好像很受伤 但是她们还是没办法承认 她自己的羞辱 她没办法认罪 没办法悔改 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个 不能承认糟糕的行为 会促成糟糕的结果的事实 所以当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样的羞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总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我们来说 这些坏事会发生 有人会来羞辱我们 会让我们感到羞耻 总是一个惊喜 就是 Why? Why? 我们种了瓜 结果长出一颗瓜来 然后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说 这个瓜的种子放在土里 怎么会长出瓜来呢? 其实在政治层面 也是这个样子 Al Meyken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言名句 Democracy is the theory that the common people know what they want and deserve to get it good and hard 民主就是一个理论 讲的就是 普通的人 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而且是值得 又好 又硬的方式得到 这句话 可能大家想一下 才可以了解 他有说过另外一句话 比较好理解 就是 任何复杂的问题 都有一个简单的错误答案 这就是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的错误 不公义 不公平 都有极度复杂的解释 每个议题 都可以有一套学术研究 都可以写成一个 极度复杂的论文 但是其实都只是 我们不愿意面对 很简单 很普通的错误而导致的 圣经里面的先知 很厉害吗 他们真的是知道 什么奥秘吗 圣经真的是复杂到 我们看不懂吗 其实并没有 他们只是使用常识 了解神的律法 然后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如果我们不听 神说的话的话 我们会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而已 但是我们的社会 总是用一堆复杂 而且又不真实的学术 来断定 可以断定说 堕胎是自由 离婚代表女权 变性人代表自由 吸毒合法化 通奸除罪化 多元成家 同性婚姻 儿童变性是好的 打砸抢是在帮助受害者 接纳非法移民 是行善 会造成这个样子 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没有敬畏神 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 我们拜起他的神 我们放弃了神的律法 跟这些WEF 那些人姓 那个什么萨满教一样 相信邪灵 以为这个是个进步 换句话说 就是现代的巴别塔 现代的巴比伦 其实就是建立在 我们每一个人 无知的人的心中而已 我们只要有这个巴别塔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不可能认罪悔改 不可能翻转时代 甚至不可能知道 我们自己的错误 到底在哪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